夜市一間賣生煎包攤子 被民眾拍下 有超多的小牆串了出來 就在桌子的邊緣跑來跑去 甚至還指控店員竟然是戴著手套 直接把蟑螂往下撥開 讓客人超級傻眼 而另一間燒烤攤是白煙狂窜 整個天空霧茫茫 環保局依空法開閥 最高可以閥10萬塊 坐在小食堂準備開吃 眼睛瞄到居然有小牆在開啪 大隻的小牆跑得速度超快 民眾邊吃邊傻眼 四五隻在桌邊亂竄 桌縫變成蟑螂跑道 大小蟑螂還有蟑螂寶寶 桌面下恐怕還有更多 牠們在這裡抬一下那個縫 很多蟑螂一直在跑出來 大隻 小隻都有 然後還有剛出色的那種 但更傻眼的是 攤位人員疑似發現有蟑螂 竟然來這招 戴著那個工作手套 直接去撥那個蟑螂 撥下來撥兩三次 就是太噁心了 就是牠直接戴著牠的手套 被排向小牆狂窜的攤位 在高雄瑞峰夜市 賣的是生煎包 口味好吃生意還不錯 沒想到變成蟑螂據點 我們每天都有打炒玩 另外小港區路邊燒口攤位 晚上做生意 白煙瀰漫天空一片霧茫茫 附近民眾似乎見怪不怪 但恐怕已經觸發 違反空污法32條規定 才處一千二到十萬元罰還 違反空污法最高可開罰十萬元 身煎包攤位有蟑螂 看著小牆跑來跑去 民眾胃口恐怕大受影響 記者黃雪瑞 許千高雄報導